我就先下去 因为我怕人压在下面 检察官带着市府包装 回到女骑士丧命的地点 要厘清责任 周二清晨七点钟 岗山开始下起大雨 女骑士跟往常一样上班 却因为淹水看不清楚路面 摔沟身亡 附近监视器拍下她 穿着紫色雨衣 骑车经过成了最后身影 如果真的有到那个 挺慢挺黑的标准 如果有刚好不用上班 是不是这件事故就不会发生 小姨子无辜枉死 谁该负责 姐夫质疑是否救灾 防灾慢半拍 才会让家人往送性命 十三号七点多 林小姐就是沿着这条路 骑车要上班 不幸在这里摔坑送命 只是隔壁的台南早在六点十二分 就已经宣布停班停课 台南高雄十三号同样下暴雨 但台南市长黄伟哲 凌晨三点被随乎叫醒 五点四十五分已经进入应变中心坐镇 六点十二分宣布停班停课 虽然六小时已经下了两百五十毫米 还未达停班停课的标准 但高雄市岗山区 清晨六点雨量最大 一小时就下了八十毫米 一整天也累积到一百九十八毫米 但韩国瑜直到早上八点钟 才到防灾中心 两面距离不到二十公里 都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但韩国瑜的救灾被质疑慢半拍 我们六点十二分 三十五分钟后决定放假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 我们已经尽可能提前了 如果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停班停课的标准 我身为市长 我突然宣布停班停课 这个广大市民也没办法接受 我们现在已经丧失了一个宝贵的性命 希望你很认真的去检讨 好的 韩国瑜隔了一天才到殡仪馆慰问家属 协助医员忍不住破口大骂 刚上一场大雨淹水成灾 女车士看不到露面 加上施工疏失 没有做好防护 一连创立疏失 韩市府却没有及早应变防御 一条人命就这么没了 家属难以接受 你今天给我三亿五亿 我里面你还我一个平安安全的人 回来给我 三星胡十一黄家瓶SNG小组 高雄报道 高雄报道